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将会分享365天的篇幅 每天分享一则历史故事和一部影剧作品 但也了解历史上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今天又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历史召唤兽老A 大家好 我是时空调查局老A 这里受召唤而来 好了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历史故事 是发生在1918年的11月11号 大家听到这个年份 然后又听到这个日期 想必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点是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让这个大战结束 基本上就是我们必须要提到的 所谓的康边停战协定 这个康边停战协定 其实是在1918年的11月11号 之前就已经签订完成了 只是说我们所签的这个协定 是在1918年的11月11号 早上11点整 生效 也就是说一战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都停火然后各自回家了 这个康边停战协定 是发生什么事情 基本上它的背景 就是在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的时候 因为参战国他们长期的消耗 所以就陆陆续续的退出了战场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一战最后结束 虽然签订所谓的停战协定是这几个国家 但是在一战的期间 就1914年到1918年的这四年期间 参战国各自每个国家之内都发生了一些动荡 比如说俄国 其实这个就是最经典的例子 就是俄罗斯他们那边杀了这个腰针之后 他们国内就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可能 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动荡就对了 然后就政局混乱 然后又发生了革命 所以他们自顾不暇的结果 就跟其他国家说好我们不打了 我们就退出战场 所以他就先签了一个就是停战协定 所以在这个期间 就是有陆陆续续的几个国家 也都是纷纷退出战场 所以并不是在某个时间点 大家一起结束 是陆陆续续续终理这样 好我有事我先走了这样 所以最后最后的这个关键 就是在德国的国内 他们在11月的时候就发生了革命 那我们大家如果看过一些电影的话 应该都知道说 德国当时在一战期间是有德皇的 也就是凯瑟尔这样子的一个王位 当时的这个德皇呢 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有提到过 一个非常ㄎㄧㄤ的叫做威廉二世 他当时就是在一战的末期 其实有发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 所谓的春季攻势 这个也在我们之前在365里面有提到过 就是最后的这个困兽之斗了 但是打到最后面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这个消耗的消耗啦 人死的死啊 然后伤的伤这样子 其实都已经无心在战了这样子 到最后呢 这个国内也是发生了动荡的局势 发生了革命这样子 那当时这个革命爆发之后呢 这个德皇威廉二世呢 就也终离了 他就直接跑到了荷兰躲避 所以国内的这个局势呢 就非常的混乱 当时这个德国的统帅信登堡呢 就觉得事态不妙啦 所以就急着就跟这些协约国求和 最后呢这个德国的代表 就跟协约国的代表呢 在法国这个福西元帅的安排之下呢 他们就一起在法国的 北部的康边这个地方呢 的一台火车上谈判了整整三天 那这三天期间呢 这个德国就被迫接受了很多 这种严苛的条件 来达成停战的协定 因为呢毕竟他们自己也很想要赶快结束这场混战 所以呢这个协定签订了之后呢 就标志者第一次接战结束 那我们之前应该有提到过就是 在一战结束之后呢 有所谓的凡尔赛条约嘛 那这个凡尔赛条约呢 也是之后造成德国威马共和压垮 最后一根稻草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就是有非常严苛的这个负债啊 上国乳权的这种割力赔款 基本上呢 这三天在火车上签订的康边停战协定呢 就是这个始作俑者这样 所以呢其实后续 然后我们之前应该有提到过 就是在二战爆发之后呢 希特勒他成功的把法国给打下来之后呢 他其实也是用了一招嘛 就是把当初签订康定提战协定的这一台 那一辆火车 对 车厢重新的把它从博物馆里面拉出来 然后逼着这些法国的代表呢 再一次在这个列车的这个车厢之内 然后跟当时的希特勒然后来坦克这样 所以呢这个也是 这个德国跟法国啊这个薪酬加旧恨啊 所以才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呢 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觉得啊这个历史不断在重演啊 或是我们在看一些可能欧洲历史的时候呢 我觉得为什么他们要在火车上 为什么他们要拖那个火车出来 然后来跟他弹劾 就是有这种脉络在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没错没错 对两边来讲其实羞辱性都很强 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反映的德法之间的一个仇恨 就是德国急于求和 所以其实法国对他们就是也非常地草率这样子 就是法国的代表就是叫伏许元帅 他其实在整个签字过程中只出现了两次 第一次是接见德国的谈判代表 然后第二次是来签字 就这样 这个你就觉得诚意很差 那再来就是说 他们整个签字仪式上只用了八分钟就把字签下去了 而德国代表呢只是形式上对于这些条款 有多么严酷表达抗议 而伏许元帅只回了一句话就是说 战争就是战争 而这句话其实也有来头 因为这句话就是过去的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 法国惨败给德国 然后毕斯麦这样讲 毕斯麦当时应该是法国人打输了 所以去跟德国人求和嘛 那普鲁士给的 就是也是后来德国 给的条件也相当的严酷 而法国代表也抗议了 毕斯麦就只回了这句 战争就是战争 所以就是 你就知道双变那个仇恨感有多重这样子 对 其实我们在H&M365之中啊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这个普法战争嘛 然后我们之前也有提到过 就是普法战争最后是法国惨败嘛 惨败到怎么样状态 就是拿破仑三世还在战场上 直接被俘虏这样子 上国辱全啊 我们国家的这个元首还被抓了这样子 很狼狈啊 而且呢更夸张的就是呢 德国他们当时叫做普鲁士嘛 后来就是他们这个打赢的普法战争之后呢 就统一成一个所谓的德意志帝国嘛 那当时威廉一世呢 成为了德皇的时候呢 他们选定在哪里登京呢 然后基本上就是选定在法国的 凡尔赛宫的禁厅里面 然后登基这样子 所以对法国人来说 就是说你当皇帝 然后就有在我的国家境内 的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 然后登基 那对法国人来说 又是一个非常侮辱性高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后来康边停战协定 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又在后来的希特勒 然后又来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那就难保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来看看历史会不会再重演 对最近火车也是吵得很凶 对不对 就是因为最近有很多首领坐着火车 虽然没有吃着火锅 但是就跑到了乌克兰这个地方 然后跟泽伦斯基 然后来讨论事情 对那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谈 不要再说什么战争是战争 因为他是作为盟友去的 所以就不一样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在这边所推荐的电影 是在2011年上映的战马这部片 这部片是斯蒂曼·斯皮博所指导的一部战争电影 那蛮特别的 虽然是在描述第一次战争的过程 但是他是根据1982年的一个 英国儿童文学小说而改编而成 所以他是一个儿童文学 然后听这个故事战马 就知道说他是一匹上战场的马 那这匹马到底经历了哪些事情 其实我们跟着这个马的脚步 在这部电影里面 就可以经历了从1941年 第一次世界大弹爆发 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弹结束的 一个完整的一战的过程 那当中有很多非常知名的演员参与 比如说奇艺博士 然后洛基 其实开头有陆平教授 对然后开头还有陆平教授 所以其实有很多英国的知名演员参与 那这部片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在电影的最后面 其实有蛮多觉得很震撼的几个场景 然后比如说这匹马在战壕之间奔驰 然后到最后面 这个可能毒气放了 然后一群伤兵 就是在非常狼狈的状态之下 听到说1918年11月11号停战了 听见停战的钟声 然后就响测整个战场 非常有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这样子 然后大家可以回家 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整部片子 其实这样看下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我觉得战马他是透过动物的视角 然后来看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纷争 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还蛮感动的这样 对我觉得他的画面呈现非常的好 而且采用动物去做一个旁观者的这个视角 其实也蛮棒的 因为其实那匹马从头到尾想做的事情 只是活下来这件事情而已 他其实一路上就一直被一些人类所救 这点其实也蛮让人感动的这样子 一些同情他的人这样子 像我自己个人觉得最感动的 就是因为他一度被俘虏到德军的那个阵营当中 他替德军拉重炮 就是非常非常重的炮 就是呃 大家可能没办法理解 因为现在已经不流行那么重的那种加农炮 而当时的重炮是需要可能二三十匹马才能拉得动的 那在途中会有非常多的马就是不断的折损 然后他们可能会立竞而亡这样子 那这匹马被顶替而上这样子 那当时德军里面有一个其实是 比较爱惜马匹的一个类似马夫 或者是一个小兵这样子 那他其实也很爱惜这匹马 所以他到了就是德军阵地 快要被印军的坦克突破的时候 是他放着他让他叫他赶快跑这样子 其实这一幕其实就是觉得说 不分国籍其实都有友善的人存在 在这样的战争中 那另外呢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也蛮印象深刻的 几个场景了 其实在最后面就是男主角啦 他因为毒气的关系嘛 所以就失明了这样 那这个也是我觉得一战的一个蛮大的 一个战场的你要说特色嘛 就是一个蛮有指标性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当时还是会放毒气嘛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 其实毒气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马上戴这个防毒面具 但是当时这个防毒面具 大家如果仔细去研究一下 他们的防毒面具 并不会像现在有什么绿毒罐啊 或是什么 基本上就是几块布 然后把你的眼口笔给遮起来嘛 然后继续这样子战争这样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知道说 其实好你不小心吸到一点点 你可能就我在看一些可能 比如说西线武战士啊 或是一些什么战地终身啊 这几部非常著名的战争文学啊 然后就会说什么 难受的在咳嗽啊 把你的这个肺给一片一片给咳出来 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 这个在这描述的过程之中啊 我就觉得就很难想象 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那我觉得在战马这部片子里面 虽然他没有把这个肺给咳出来 可是呢他可以呈现到很多 对就是呈现了很多这种伤兵 他们失明 然后呢在最后面他竟然认得这匹马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他就透过人类跟动物之间的那个连结啦 那种情感的连结 然后来描述这一场战争的残酷 我觉得这部片真的是很值得一看这样 据说啦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方都面具里面的那个过滤的那一层东西 其实放的是卫生纸 因为当时卫生纸才刚被发明 所以就是好像好像可能有那么一点效果吧 我不知道我没带过 对对对要不然就是一些棉花啦 可能就是可以过滤空气的一些东西 但是就很简陋这样 对所以他不能综合毒素啊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总之啊战争很残酷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历史故事啦 E战结束 康编停战协定 以及我们所推荐的电影战嘛 不知道大家在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呢 都欢迎在留言 千万留言或在首播楼上来跟我们做互动哦 当然了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声音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团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 也别忘了在LB8K38L版上留下五星好评 并且利用各大的社群平台 推荐和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更多人加入我们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H&M36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